请问那时候Net没有先把二三四楼登记成自己的吗 如果没有是为什么呢 我先讲一下 其实因为我们是独自新建这个二到四楼的建物 所以所有权是 因为我们就依照最高法院的见解 其实我们就会取得这个所有权 因为我们不是透过买卖啊 不是透过其他的法律行为而取得 我们是透过一个事实行为 就是独自新建取得 所以这个所有权依照最高法院的判决的先例的话 我们已经是取得所有权 那现在其实我们原本都相信说 这个契约可能是履约到最后 后续要再来处理这件事啦 没有想到是基隆市政府会先造成一个既定的事实 直接要去强硬的处理 我觉得是一个违法行使公权力的事情 去处理这件事情 刚刚讲的应该是法律系大一的物权 物权的基本内容 就是不动产的所有权如何原始取得 对物权 简单来讲啦 你这房子是你自己出钱盖的 那在你自己出钱盖之前 不是之后你盖好之后 你还没去地震事务所第一次登记所有权 第一次登记产权之前中间这段空窗行 你可以主张说我是根据这个我出资盖的这个事实 来主张我原始取得这个建物的所有权 谢国良明知OTROT案的产权移交是在合约结束后才移交 但谢国良抹黑林佑昌是故意不登记 抹黑说林一定有弊案 明知道祖父Net公司是大日的协力厂商就写在合约里面 他自己都曾跟Net洽谈要赶走汤姆熊换成大鲁阁引进的汤马斯小火车 但要求发言人说约跟大日签Net是路人想否定祖父的权利 诶大鲁阁其实是谢国良家族里面有关系的企业啦 所以刚才网友留言才会特别提到大鲁阁 但是我们刚前面已经讲过了 其实Net在这个整个原来合约的架构都是市府跟大日签 但是大日找Net来协力的这件事情其实市府是知情的嘛 是啊因为市府在日前提出的相关合约文件有一纸就是有告知 应该是说合作意向书 对所以那个就是协力厂商 对那个合作意向书是这样啦 就是一般我不知道有多少聊天室朋友投过政府的标案 你有投过政府标案你一定知道 比如说假设今天台北市有个标案是要办活动 然后我开了公司我去投标 然后我说啊我要办台北市的这个跨年晚会 我告诉你啊我的主持人啊找Lulu啊跟献哥同台主持 然后另外一组投标的人说 你那个已经过气了 我的主持人是找程哥跟瓜哥 诶可问题是市府省标的时候你怎么知道说 你说这个真的假的 你们每一个都说要把泰勒斯找来 人家真的也要来吗 不知道 所以你在投标的时候 如果你讲说你有什么合作对象 你会在里面附一张这样的合作意向书 就是说诶这个某某某 比如说泰勒斯跟苗博亚约定 如果苗博亚得标台北市跨年晚会 那就会来台北市唱跨年盖章盖勒斯 然后把他拿给市府说你看我来标你相信我啊 我拿得出这真凭十句 这叫合作意向书 所以当初这个市府跟大日签合约的时候 然后大日就有提出一张说由Net来盖这个234楼 然后来参与这个最优先续约合作案的意向 他那个时候就是告知吉隆市政府说Net就是协力产生 对所以Net虽然你说他不是合约的当事人也没说错 但是你说他是路人也不对 对 因为你就知道人家在花钱盖了234楼啊 你还把建造跟死照都发给人家啦 对你总不能否认说 那个都是前任市长 因为下面盖的章叫做基隆市政府 好不好 那是基隆市政府做的处分了 不过今天在这里呢 也要这个 哦 又有网友留言问说 Hui Chen Cho留言说 请问为什么Net要道歉 因为Net在昨天在报纸上刊了一个道歉 他说公司与基市府民事纠纷 理应叫做司法判定造成社会纷扰 向基隆乡亲道歉 向台湾人民道歉 我有看到律师的脸书上好像也有对这个广告做了一个回应 因为这个部分是Net公司认为本来他就是一个 我们已经都提起相关的诉讼的一个 就是交友司法判定的一个事件嘛 可是后来会变成是说 不管是市府在2月1号凌晨这样子率领大批警力破门而入 或者是后续衍生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控制的一些 市长或市府的一些相关市民认为不妥的言论啊 那都造成这个社会就是有点撕裂跟纷扰 那我们是针对说 因为这个事件衍生的将关的后续的这些纷扰 然后跟台湾人民跟基隆市民这边来做一个质疑啦 是是是 就是但相关的诉讼就是还在进行中 是了解 我们还看到了一个斗内 瑞琴斗内70块问说 可以请律师关注NET员工劳权问题吗 一道打折记员工忙死离职率超高 就是健康的劳动环境吗 各位如果要忙死离职率超高 这当然不是一个健康劳动环境 这边说 但是律师他已经是NET的委任律师 他不能够反过来做对他当事人不利的事情 今天大家看这节目也要学习到一件事情 就是律师职业伦理没有规定 律师不可以去损害他当事人的权益 所以这件事情要谁来处理呢 打电话到02-2935-285苗波亚议员的服务处 如果说你是NET的员工 你觉得公司有违反劳基法 损害到你的权利 你工作地点未来台北市的话 02-2935-285控日 2-935-255苗波亚议员的服务团队 我们为你来服务 好不好 我们协助你 来向台北市劳动企提出申诉 这个不要害怕 我会帮你 然后这个YC Chain donate150块问说 请问那时候 NET没有先把234楼登记成自己的吗 如果没有 是为什么呢 嗯 呃 我先讲一下 其实因为我们是独资新建 这个二到四楼的建物 所以所有权是 因为我们就依照最高法院的见解 其实我们就会取得这个所有权 因为我们不是透过买卖啊 不是透过其他的法律行为而取得 我们是透过一个事实行为 就是独资新建取得 所以这个所有权 依照最高法院的判决的先例的话 我们已经是取得所有权 那现在其实我们像 我们原本都相信说 这个契约可能是履约到最后 后续要再来处理这件事啦 没有想到是 基隆市政府会先造成一个这个既定的事实 直接要去强硬的处理 用 我觉得是一个违法行使公权力的事情 去处理这件事情啦 刚刚刚讲的 应该是 法律系大一的物权 物权的基本内容 就是不动产的所有权如何原始取得 对 物权 就简单来讲啦 你这房子是你自己出钱盖的 那在你自己出钱盖之前 不是 之后 你盖好之后 你还没去地震事务所 第一次登记所有权 第一次登记产权之前 中间这段空窗行 你可以主张说 我是根据这个 我出资盖的这个事实 来主张 我原始取得这个建物的所有权 但是这是个法律问题 这样讲下去会枯燥 好不好 那当时这个没有去登记 我是基于这个 合约双方之间讲好的 或是信赖或什么的 这个我们让法院来判定 现在基本上 因为金融市政府没有把合约放上网 我也没办法看到说 这全部前后的合约 但说真的 再讲一个这个我心里面闷闷闷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台北市的话 市府不提供议员合约 这件事情本身就很乖 因为这是一个公共的这个促参的案子 照理来讲 你那个合约应该经得起检释啊 那你又不可能说 合约执行 你都说执行完了 结果还要保密条款 然后整本都不能给人家看 这也很奇怪 市府现在也说 他们当天2月1号会强硬的破门而入的依据 是这个OT合约 那合约拿出来啊 那也说是OT合约了 为什么不是向法院去 通过诉讼 来申请这个执行命令 这个我们也是觉得很疑问的地方啊 这个东西其实目前是在法院处理一个法律问题 那我们也讲 我们不会只讲一般政论节目讲的那种 这看热闹的东西 还是要稍微钻一点看门道 我们今天就想要来请教蔡律师一个问题 很关键 就是现在Net去打官司的真正的主张是什么 到底是要续约 要继续来经营这二到四楼 还是只是要这二到四楼的产权 还是有什么样其他的主张是Net最想要达到的诉求 我先讲一下就是现在客观上在进行的相关 续约这件事情因为主要是透过 是大日公司跟市府这边 那针对他不与优先续约这件事情 因为先前在相关的节目中其实也都讲过说 当时其实如果依照原本 基隆市政府跟这个大日公司的合约啊 他只要是借其前两年的这个基效评估 优良就可以就是让他优先续约 那其实都是有通过的 对那大家 后来就 后面的5加3加2加2就不见了 就不见了 但是这个比较调诡的地方是 112年9月25号 他们做成的这个会议说 不给大日又先续约 但是在9月26号召开新的招商案的公听会 那马上我跟各位讲 召开新招商案的公听会 那已经准备一段时间了 不可能说隔天要召开说明会 马上就召开 我们也在后续的招商文件里面看到说 其实市府在9月20号就发通知说 要召开9月26号这个公听会 所以他在9月20号已经要决定新招商了 因为如果你 然后后来才开会决定 不要给他那加2 这顺序是不是怪怪的 对就是会觉得 他是不是已经做成 我本来就没有要给你续约了 已经先射箭再画靶了 对我们认为是有这样的状况 不然你应该要先开会 评鉴讨论说要不要跟他加2 然后决定不要跟他加2 你才会再新招商 发通知说要召开公听会 然后召开就是要请各方意见 然后这个案子 2、300亿的金额的案子 后续因为30年嘛 30年啦 如果说是5加3加2 没有到2、300亿那么多 但是如果是20加10 总共30年就很多 我们算起来可能大概至少2、300亿的部分 那公听会只有6个人 哦厉害了厉害了 所以就是公听会到底是 讨论了什么问题 其实不是很了解 好那这个是所谓续约的部分 也是后续目前就是有相关的 就是相关的 法律救济在进行中 那针对产权的部分啊 我们刚才其实一直提到说 这个程序的 就是程序正义的问题 你如果不给他加2 那至少你要来跟我讨论 产权要怎么处理啊 刚才我们都有提到说 那个所有权的 物权的概念是 我出资新建的人 会取得这个所有权 那在这样子的前提状况之下 你要怎么解决我这个 独资新建2到4楼这个问题 是不是应该要先来处理 不好意思我请教一下 蔡律师你是在 现在这个案子 才被NET 委任 还是在先前你就 在这个案子 所以先前你并不是 被委任的状态 我觉得 我现在看这案子 看到最后 虽然完整的合约也没看过 不过从这些片段的资料 我有个感觉啦 就是 当时NET在投资出钱 出2亿多块3亿 要盖那2 3 4楼的时候 他心里想的是 这有5加3加2 他心里想的是 这个最长有10年 所以我愿意 投资快要3亿元来盖这个 因为我相信我可以回收 那可是 现在问题就是 他本来有信心嘛 说最后 因为我很基优 我考试都考得很好 所以我一定5加3到 只有加2全部拿到 但现在发现 虽然我考试考得很好 可是人家也是不喜欢我 所以 我没有办法得到那加2的时候 他一开始投资的那个 2.89亿 就有可能 没办法完全回收 所以刚才律师在讲的 其实我讲白话啦 就说 有可能NET 在当初的投资 然后又发现说 这个等于是意外 没有获得续约 然后产生了一部分的损失 那这个其实从 从OT案 跟不管是OT也好 BOT 或是ROT 其实我们很常看到一件事 一种程序是说 两方 先坐下来协商 协商如果不成的话 可以去仲裁 是 仲裁的时候 就有仲裁委员会 做出个仲裁判断说 看不然你们之间 谁给谁多少钱 是 那如果万一仲裁也还不成 或怎么样 再走诉讼 这是一个 比较正规的处理程序 那 在这个案子里面 其实现在我觉得 法律关系 谁讲的有道理 让法院去判断 我们也不是说 完全站在基隆市政府 或站在NET公司任何一边 只是这次基隆市政府处理方法 真的是 蛮怪的 因为你明知道 NET投资的快要3亿 进到 盖这个商场 但有看到说 有BOT 有ROT 有OT 就是这种各种不同的投资 其实 它的那个年限会不一样 像BOT 那年限都很长 最长 因为是从无到有 台北大巨蛋 BOT有50年 意思就是说 苗伯雅85岁的时候 远雄大巨蛋 还在经营喔 那为什么 时间那么长 因为远雄花了很多钱 去盖出大巨蛋 跟他的周边所有的商场 如果你不给他50年 他赚不回来 如果说你一个BOT 只给10年 那没有任何一个契约会去标 那可是如果是OT OT的意思就是 只有负责营运 只有负责Operation 那建物本身已经是存在了 可能是市府本身就盖好这个建物 只是我把他这个建物交给你 去营运 那像这种一般来说都是比较短 比如说5加3加2 或者是5加5 或者是最长什么6加6 或者是6加3加3之类的 最长最长大概10年12年已经紧绷了 不会再长了 因为他又没有出钱盖房子 他的投资本来就不高啊 那我跟你绑那么长约干嘛 对不对 可能日后会有更好的厂商 提出更好的条件 要来标嘛 金融市政府这个最怪的地方都是 Net其实是出钱盖房子的人 可是你跟他5加3 最后连加2都不给他 微风 或者是不要讲不要针对微风 新标道的厂商 他完全没有出一毛钱盖这个房子 可是你给他20加10 这个是 比较少看到这样处理 我们又看到那个市府 就是也说就是 新的厂商会投资3.08亿 要干嘛 就是在这个案子 在盖3楼吗 没有就是一些停车场的 就是地体的修散啊 然后整件 然后新的充电桩等等的 很奇怪 盖234楼花2.89亿 然后修散美容拉皮也要花3亿 但他给的年限是不是有点 诺差很大 这个很奇怪 我觉得 其实平心而论 基隆市政府公布合约 我觉得是必要的 不管是跟大日的旧合约 还是现在跟微风的新合约公布 我觉得都必要 因为你有这个合约 才能让大家看清楚 条件到底是什么